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用以赛亚书38章1到8节来灵修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整段的经文 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 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西西家就转脸朝墙 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啊 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从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 西西家就痛哭了 耶和华的话领导以赛亚说 你去告诉西西家说 耶和华你祖大位的神如此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 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树王的手 也要保护这城 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 我先给你一个兆头 就是叫亚哈斯的日轨 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 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轨上往后退了10度 这段经文虽然是记载在37章之后 不过由经文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 这段经文所提到的那时是指亚述国王来攻击 由大国之前发生的 换句话说38章是一个倒序 追溯回去 37章已经提到亚述国退兵了 但是在一切历史奇妙的事情发生之前 其实西西迦国王面临到一个自己生命中的危机 当然一个国王生命中的危机 也是当时一个国家时代上的危机 什么危机呢 经文讲到 先知以赛亚预告了 西西迦国王生命即将终止了 命在旦夕 当时西西迦国王卧病在床 听到以赛亚先知的这一个预告 于是他悲痛地转脸向着墙壁祷告 请记住 这件事是发生在大军压境之前 他的祷告说什么呢 他的祷告是说 求神给我日子 让我好好的行神眼中该做的事情 换句话说 在国家多事之秋 西西迦国王愿意负起责任 继续带领这个国家度过这些危机 不过他需要从神那里求生命 哇 这样子的祷告 这位无所不能的神已经听到了 于是神透过以赛亚先知 告诉西西迦国王 耶和华神已经听到你的祷告 愿意再给你15年的生命 神无所不能 人的寿宿生命赏管在神的手中 因为他是创造生命 也是赏赐生命的主 于是要给西西迦国王一个定心丸 就是这里所说的灶头了 什么灶头呢 这个灶头非常特别 那就是在当时的计算时间的器具上 让日影倒退 那太阳的影子 当太阳这样子运行的时候 影子就会移动 那么现在影子往后退时度 那是不可能的事 不过神成全 神用这一个奇妙的事情 印证 他让西西迦的生命延后15年 一个人的生命既然超在主的手中 西西迦用一个正确的态度 来祈求这位生命的主 延长他的生命 使得他能够做应该做的事 做和神心意的事 带领这个国家度过难关 这样的祷告 蒙神应许了 以赛亚书把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记载下来 我相信非常有意义的 让我们看见 这一位伟大的君王 做出了一个和神心意的祷告 是何等的重要 在历史的时刻 你我是不是也愿意 做出一个和神心意的祷告 于是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主使用了西西迦国王 前面的经文已经给我们看见了 这位西西迦国王面对另外一个国王 那就是亚述国的国王 这么大的威胁 他仍然能够站立得稳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是他经历了这一位赐生命的祖 给他延长了15年的生命 于是他对主的信心非常坚定 于是他就稳稳地站在信仰的立场 来面对大军压境的挑战 愿神带领我们在你我的生命过程之中 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些印证 这些印证不一定是超自然的 有时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 这种印证赐给我们目的 是让我们预备好自己 面对下一波更大的挑战 愿主赐给我们恩典 而这些恩典成为良性的循环 兼顾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更广度深度地 经历神 跟随神 侍奉神 愿神祝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